他是岛国最美最萨的英语老师 只见他一脚踹开柜门 拿上冲锋枪对着班主任毫不犹豫地扣下了班机 将弹夹内的所有子弹清空后 他立马又掏出大腿内侧的手枪继续输出着 眼看着火力不够 他再次换成冒兰火的加特林 然而一阵地动山摇过后 他却失魂落魄地走出了教室 身上还被换上了羞耻的运动装 仿佛是刚经历完一场不可描述的战斗 因为他要暗杀的班主任并不是人 而是这个长着一张emoji表情包的触手怪 别看现在的他一脸人畜无害的样子 他可是刚把月球炸成月牙的罪魁祸首 还预计着在明年三月将整个地球也彻底毁灭 但因为一个不知名的沉默 他却诡异地成为了学渣聚集第三年一般的班主任 由于他的移动速度没达到20万克 各国政府对他束手无策的同时 也只能无奈地将暗杀任务交给这群学渣 并派遣国防部的鸟尖担当体育老师教他们暗杀技巧 而为了学生们的安全着想 国防部特意研发了针对特殊生物的BB弹以及特殊刀具 这种特殊武器对人类没有任何伤害 但对触手怪却有着致命的杀伤力 这也代表着学生们只能近距离地一击击中 同时为了激励 政府承诺只要谁暗杀成功 谁就能得到110日元的报酬 至此学渣们瞬间兴奋了 他们开始苦练暗杀技巧 并详细收集记录着他的弱点 这天在课堂上 一脸怯懦的朝田借着交作业的机会实施暗杀 但却被轻易地识破 可谁料下一秒朝田就将他一把报酬 不明所以的他关心地问朝田怎么了 却不曾想这正是学生们的计谋 由于他们用的是特殊武器 朝田也安然无恙地坐了起来 但众人却突然发现老师不见了 地上只留下了一张黄色的薄膜 正当众人疑惑时 一抬头 却发现老师安然无恙地挂在了教室顶上 他告诉学生们 这是他一个月只能用一次的秘密绝招 用退下来的皮来抵挡致命伤害 说着说着 他的脸突然就变成了愤怒的枣红子 接着飞快地冲出教室 一瞬间就将策划这次暗杀的学生家里的门牌拿了回来 但他的愤怒不是因为被暗杀 而是学生们用的这种自杀式行为 他严厉地警告他们 尽管他承诺过不会伤害学生 但如果再有下一次 他就会让学生们的亲朋好友随着地球一起消失 话音刚落 他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 学生们紧绷的神经这才松懈了下来 意识到老师似乎很难杀死后 学生们还亲切地给他取了个名字 杀老师 这天 学渣中的学霸赤羽将杀老师约到了学校后山 他扬言已经找到了杀死他的方法 只见他拿出手枪后 朝着山崖一跃而下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杀老师竟在一瞬间用触手编织成蜘蛛网 稳稳地接住了半空中的他 就这样 他自认万无一失的暗杀再一次的失败 而眼看着时间一天天流逝 但暗杀却依旧毫无进展 政府只好决定派出新的暗杀者 眼前这台具备人工智能的自律思考固定炮台 只见他锁定目标后展开机身 四座格林加特林以及两座炼炮同时开火 但可惜的是直到弹药打完 依旧还是无法对杀老师造成任何伤害 而他一次次的攻击 带给学生的只有满地的弹药 所以为了净化课堂环境 学生们不得不将他锁了起来 痛病思痛的他经过一夜的思考 决定化身为名叫小绿的手机程序 从而更好地协助大家来进行暗杀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天 一名中二十足的白毛小学生从天而降 他是另一名新来的暗杀者 自称白毛监护人的白衣男 接着也走进了教室 他将客桌围成擂台 宣布完谁离开擂台谁就处以死刑的规则后 开启了这场暗杀挑战赛 下一秒 众人只看到一闪而过的影子 沙老师的一只触手就被斩落在地 让众人震惊的是 白毛的头上竟也长出了几根触手 而看到这一幕的沙老师莫名的愤怒了 随即 两人飞快地站在了一起 但面对着白毛更加密集的攻击 气喘吁吁的沙老师不得不通过退皮来躲避伤害 可随着体力的消耗 沙老师的三根触手还是被白毛斩断 眼看着沙老师陷入了绝境 乘胜追击的白毛刚准备使出最后一击时 却震惊地发现头上的触手都被融化了 原来是沙老师趁其不被夺走了围观学生的特殊武器 就这样 彻底失去战斗力的白毛被他扔出了教室 时间一晃马上就临近期末了 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 沙老师决定在周末开展留校补习活动 他用20马赫的高速移动 真正地实现了一对一的全程私人辅导 甚至为了劳逸结合 这个老六还特意移动出一个专门休息的分身 可由于暗杀还是没有进展 政府再次派遣出一名名叫刚门的教官 由他来替代鸟尖体育老师的位置 表面上的他对学生们亲切热情 甚至还会贴心地准备美味的蛋糕甜点 可当英语老师收集完他的资料后 却发现他只是用这种方式来拉近距离 以便后续能残忍地实施他独裁控制的计划 这些身心残破不堪的背影就是他以往训练过的学员 果然没过多久 他就暴露出了真面目 一个女生由于适应不了高强度的训练停了下来 崩溃的他直接表示想让鸟尖回来 听到这句话 刚门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二话没说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动 就在他再次将女生拉起准备继续施暴时 鸟尖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为了印证谁的训练方式更加有效 刚门提出让鸟尖从学生中随意挑选一人 只要他能用匕首碰到空手的自己 那他就认输并离开这里 一番思考过后 鸟尖选择了最有欺骗性的朝田 看到他双手拿刀的菜鸟模样 刚门叫嚣着马上让他感受到实力差距 可突然朝田却放下了匕首 并露出了人畜无害的微笑 在他一愣神的功夫 朝田就已经走到了身前 他手上的匕首也架上了刚门的脖子 恼羞成怒的他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 但临走时却扬言自己还会回来的 危机解除后 彻底将他高速移动的能力玩出了花 他会带着英语不好的学生跨过半个地球 让他实地感受最纯正的英语 如果是政治不好 就带去埃及研究历代法老的治国政策 要是数学差 那就去计算比萨斜塔的倾斜角度 甚至是上化学课时 他也能真正地充当小白鼠 热情地服下学生辛苦制造的毒药 任由自己的脸变成紫色 接着还长出了一对大翅膀 但他唯独不能接受的是学生们的自暴自弃 听到这句话时 他将所有学生叫到了操场 先对着他们一顿臭骂后 又当着所有人的面飞出了地球 等再次回到地面时 剧烈地冲击让所有人人养马翻 学生们震惊地发现 他将太空中的卫星抱了回来 他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无敌的同时 也借机告诉学生 别把人生都堵在暗杀他的奖金上 如果不能发掘出自身的其余优势和才能 那他就会彻底地离开学校了 这生动且真实的一刻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很快 时间来到了期末考前夕 为了激励学生们能够拼尽全力 他承诺只要谁拿到单科年纪第一 就能得到破坏他一只触手的奖励 因为只要他失去触手 他的动作就会变慢 分身的能力也会大打折扣 而当触手失去的越多 分身甚至会退化到幼儿阶段 这样他们的暗杀几率就会大大提高了 最终 学生们的成绩也没让他失望 所有人的年纪排名都大幅提升 其中更是有六人拿到了单科第一 这也就意味着沙老师将直接失去六根触手 于是 学生们将最后的暗杀放在了暑假 并开始紧锣密鼓地研究暗杀方式 布置暗杀机关 时间一到 全副武装的学生们也开始了最后的暗杀 他们将沙老师绑在卫星上 按照约定先打断了他的六根触手 接着立马在周围用他最害怕的水将他彻底笼罩 两名同学冲进水牢发起了致命一击 剧烈的爆炸让所有学生人仰马翻 等到他们抬头望去时 沙老师已经消失不见了 众人还来不及庆祝 接着又看到地上一个水坑不断地冒出气泡 沙老师的笑声从坑里传来 原来他已经完全变成了绝对防御状态 表面这层透明的结晶体能够反弹任何攻击 哪怕是核弹都无法伤他分毫 但能量结晶24小时就会自动消散 见状众人刚想商量对策 可突然间 几名学生却莫名地晕倒在地 紧接着一辆汽车又撞破墙壁冲了进来 原来是一只怀恨在心的肛门 他偷偷地在学生们的饮料中放入了心形病 一旦中毒 三天内就会毒发身亡 他告诉学生们想要解药可以 但需要用朝天手中的沙老师来作为交换 不仅如此 被沙老师击败过的白毛也从车上露出了身影 关键时候 赤鱼拉上朝天转身就逃 很快 他们就逃到了一处高压电塔上 但紧随其后的白毛也追了上来 实力的差距让两人陷入了绝境 可正当白毛准备抢迫沙老师时 天空中一阵电闪雷鸣 紧接着立马就下起了瓢泊大雨 雨水瞬间就让白毛的触手失去了力量 而这一切其实也都在学生们的计划之内 将暗杀选在今天也是因为这场暴雨 随后 朝天带着沙老师再次赶回到学校 等待多时的纲门用学生的姓名威胁他交出沙老师 但朝天还想努力一把 为此他甚至不惜下跪求饶 直到听到手机信息声传来 他这才露出得逞的微笑 并干脆地将沙老师交给纲门 可等纲门将袋子打开 却再一次地发现自己中情 此时 所有学生完好无损地从教室内走了出来 原来朝天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拖延时间 以便让其余同学在沙老师的指导下配置出解药 当尘埃落定后 姗姗来迟的政府接管了一切 他们将沙老师放进了特意打造的避难所 并朝内部注入了大量的特殊弹药 随后 一阵剧烈的爆炸响起 看到沙老师被彻底地消灭 其余众人一脸兴奋地欢呼拥抱 唯独只有这群学生们早已泣不成声了 在他们看来 计划毁灭地球的沙老师或许并不是好人 但却是彻底让他们变得更加优秀的好老师 可就在这时 一只熟悉的触手给朝天递来了一张纸巾 众人回头望去 完好无损的沙老师出现在了身后 故事的最后 三年一般再一次地变回了暗杀教室 而留给他们的时间 也只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了